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未來幾天 大陸將會遭遇到霸王級的寒流侵襲 預計有多達八成以上的地方 會出現斷崖式降溫的現象 本來在冬季 氣溫下降是很平常的事 算不得上什麼大新聞 但是在前段 大陸多地發生了限制用電的情況 有個別的地方政府更加下了命令 說氣溫要降到攝氏三度以下 才准開暖氣 這個消息傳到到澳洲的時候 當地的媒體就拿來嘲弄一番 就說大陸的限電政策 使得十幾億人熬冷 到底大陸又作出了什麼回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齊來看看 究竟這次的寒流 對於大陸來講的影響有多嚴重 根據大陸的中央氣象台預測所說 說在30號當日 北京市的最高氣溫 將會降至零下五度 而在30號的早上 零度線就會越過長江 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氣溫 將會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去到31號的早上 零度線將會繼續向南移 一直到廣東和廣西的北部 到時中國將會有八成以上的地方 含入一片冰凍 說到很厲害 又說會降溫降到零度 但是到底暖氣是開了沒有 仍然還需要觀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一旦八成地方以上含入冰凍 到時用電需求肯定會飆升 對於本來 用電情況已經相對緊張的地區來說 肯定是超負荷的 到時大家就可以觀察一下 上一趟停電的地方 究竟官方的氣溫數據是否徘徊在3度或以上呢 只要氣溫是3度或以上的時候 自然是不能開暖氣 可以將用電的需求壓下去 究竟會不會用這一招限電呢 不知道 但是澳洲的媒體 就似乎對於這個限電的現象是很有興趣 澳洲媒體天空新聞的主播史密斯就說 中國就非常搞笑 他們似乎正在禁止澳洲的對華出口貿易 又或者對於澳洲的產品 徵收高度離譜的關稅 似乎澳洲就是睹到中國的痛處 在目前有70艘在澳洲優質煤炭的貨船 就被迫滯留在中國的海岸等候射火 結果中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電力短缺 而且情況還日益嚴重 這位的史密斯就說 這些全部都是中國自己拿來壞的 加上現在寒冬之際就即將到來 竟然間還要停電限電 這位史密斯就說 中國政府對於澳洲的幼稚抗議 就迫使到十幾億人民 要忍受著寒冷的痛苦和折磨 而中國人民早就已經對政府的號戰式制裁 感到痛苦 這位澳洲媒體主播所說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來挖苦大陸政府的限電政策 是叫做選人不離己 大陸方面就禮拜否認 中國媒體觀察者網就聲稱 中國的煤炭從澳洲進口所佔的比例就非常小 在去年 甚至乎就不到中國的煤產量百分之二 到底這裏所引述的數據 可信程度是有多高呢 我都有多少質疑 更何況就是 就算當你這個數據是真實的也好 事實上在今年 大陸真的限制了澳洲的煤炭進口 然後陸續有多地就出現了限制用電的情況 你說一般人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兩件事聯繫起來呢 因為你限制了澳洲的煤炭進口 所以就出現了電力供不應求的情況 你的供應事實上就是下跌了 因為你限制了澳洲的煤炭進口 人家把兩件事直接連繫起來是很正常的 除非你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限制澳洲的煤炭進口 但是大陸都出現了限電的情況 這樣就不同了 在供應不變的情況下 你不可以解釋是需求急升 你現在純粹跟人說需求急升 你永遠都不說供應方面的因素 很難令人信服的 更何況有些地方官員經常走出來說 說這次的限電 無非是想節能減排 我對於這些說法就有很大的質疑 不單是大陸的地方官這樣說 HK01也有放風 就說大陸限電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要推動 潔淨能源政策 那實情你推什麼政策之前 一定要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行 你明知道冬季用電 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開暖氣的 你如果在這個時間走去限電 你無非就是要使民眾 沒得開的 是不是 那你豈不是本末倒置 這個中國的前外交部長唐家旋 他就曾經公開這樣說過 說中國的人權是最好的 那到底什麼是中國的人權 根據很多大陸幹部的解釋 中國的人權就包含了溫飽權和發展權 何謂溫飽權 自然就是吃得飽穿得暖 吃得飽現在還可以解決得到 問題就是現在似乎不是很暖 開不了暖氣 是不是 這個是基本人權 你有沒有可能在現在這麼低溫的情況下 去搞什麼節能減牌 建正能源 這些東西都說不過去的 更何況就是大家看一下大陸的空氣污染 那個圖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空污會突然之間飆升那麼多 是不是燒不到澳洲的煤 就要燒大陸的煤 因為大陸的煤 雜質是很高的 這樣的情況下 燒 那個所產生的污染 就是比起燒澳洲煤 是高很多的 而且效率又比較低 再加上一個就是開採成本 你開採成本 連這個運輸成本加起來 對於那些沿海的省份 其實跟這個進口澳洲煤的成本 是差不多 如果不是那些沿海的省份 就不需要進口澳洲煤 當然有它的原因 正正就是進口澳洲煤炭的成本效益 是比較高的 現在大陸的空氣污染爆升 根本上就是對於節能減排 或者是潔淨能源 是刮了一大巴掌 完全是有矛盾的 這些說法是 這一方面又說是節能減排 又說是潔淨能源 一方面的空污是爆升的 你怎麼可以是自圓其說 其實是說不定的 這些其實就是 那個數字是會說話的 不過大陸金鋪似乎站得很硬 一點都沒有說要妥協 或者屈服的意味 任由你那70艘貨船 在港口等清關 還有不單止是煤炭 大陸同時都是非常積極地 尋求鐵礦砂的 替代進口國家 在最近 喀麥龍收回了澳洲企業 一個超大型鐵礦的開採權 同時就將部分的礦場 轉交了給 由五家中國企業所組成的 聯合公司來開發 但是這些純粹叫做 軟水不能夠近火 始終來說 這些新興礦場的產量 是遠遠不及澳洲的產量 澳洲的每年的產量 實在是太過誇張 太過驚人 大陸始終都是依靠 進口澳洲的鐵礦砂 當然 大家就可以觀察一下 到底澳洲會不會在 未來一年又繼續將價格抬升 會不會藉著提升 鐵礦砂的價格 來彌補 在其他方面的貿易損失 我相信這個機會都是大的 因為大陸似乎沒有停手的意味 最近 他們又出了一份通告 這個大陸的海關總署 就說 在澳洲的進口原木當中 就折獲到一些活體的害蟲 為了防止有害生物入境 維護中國農林業 以及生態安全 於是 宣佈暫停受理 澳洲的原木進口 我自己覺得是找藉口找原因來說 不過不要緊 反正可以反映得到 大陸是沒有停手的意味 由葡萄酒 龍蝦 大麥 諸如此類 現在又輪到 原木 其實澳洲的原木是很漂亮的 你看 大陸很多建築材料 或者是製造傢俬 都是拿澳洲的原木 所以我認為澳洲在明年會藉著提升鐵礦砂的價格 嘗試填補在其他方面的對華貿易損失 因為澳洲也只能這樣做 才能填補到貿易損失 同時澳洲也會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一方面 藉著現在的機會 尋求海外市場 盡量減少對華貿易依賴 其實長遠來說對澳洲也是好事 因為你過度依賴單一的市場 遲早就會被這個市場支配了你的經濟 現在反而來說 正好給澳洲一個空間 積極地開拓其他的海外市場 當然來說 就算讓你成功開拓海外市場 也不代表可以完全取代中國的市場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減產 事實上現在澳洲的煤炭都開始在減產當中 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外貿需求 那你就要減產 減產也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澳洲的經濟上 一定會經歷著一段時間的陣痛 但這個陣痛是短期的 所換取的利益就是長期的 當澳洲的經濟 去到最後 就會完成了這個轉型的過程 在減少對華貿易依賴的情況下 就會找到他最適切的經濟模式 這個才是健康的 如果你說長期依賴單一的國家去做貿易 萬一那個國家是跟你不妥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就跪了 起碼來說澳洲現在提早面對這個問題 他提早面對的時候 他就提早去解決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以長遠的角度去看 如果以短期角度去看 那肯定某些行業是會出事的 就算你說會為了這些產品 去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也好 海外市場加起來的需求總和 都未必會有中國單一市場的需求那麼多 到時候這些行業的產品就要減產 這是必然的 這個問題就是會加速到澳洲的轉型 所以不是壞事 長期不是壞事 短期是會有少少出事的 但是沒辦法的 因為他整理 但是這個出事又可以從鐵礦砂的抬價 如果澳洲是會繼續抬的話 就是會彌補得到的 好在澳洲就有這個單天保置磚來吃壺 無論美國哪一個做總統也好 或者是歐洲 根本上都不和你團結 他自己去跟中國 簽訂什麼投資協定也好 都影響不到澳洲 澳洲幸好又有這個天然資源來搭救 如果不然就真的 被人欺負得很厲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